把鏡頭轉回到國內 高雄大寮區八十一期 市地重劃區 五年前公告 工程在兩年前動土 但是有九戶 抵觸戶的建物還沒有搬遷 日前市府前往執行其中兩戶拆遷工程 其中一戶疑似不滿親身 今天上午其他八戶的住戶 是前往市府來抗議 要求停止強制驅離 也提出希望就地安置的訴求 市府則是派出代表 接下陳情書 也承諾會在 和抵觸戶溝通 近二十位民眾來到高雄市府抗議 他們都是大寮區八十一期市地 重劃區抵觸戶 不滿十五日市府執行其中兩戶拆遷工程時 疑似導致一名理性男子留遺書親身 二十一日上午 現有八戶抵觸戶都到場成行 要求停止強制驅離 也落實當初安置的承諾 抵觸戶指控當初承諾提供安置卻沒做到 雖然提供拆遷補償金金額也不足夠到他處買房 希望政府比照拉瓦克拆遷案 讓他們就地安置 也啟動溝通協調 也有人指控市府為了逼他們搬遷 甚至已經將他斷水斷電兩年 只能艱困過日子 我一直覺得我們的高雄市政府 我們的國家為什麼有這麼大的權力 一直公文就可以來拆他的家 針對他們今天的訴求 我們也有看到他們的陳情書 那我們也會來審慎的去研辦 基本上就是能夠提供必要的協助 市府回應重劃區大部分是軍方土地 工程於一百零九年二月十九日動土 理性男子的拆遷補償金依程序發放完畢 因為考量他居住問題 也有延展拆遷其存 面對抵觸戶的新生 除了收下陳情信 也會積極溝通 讓事情圓滿落幕 記者王天孟昭全 許正俊高雄報導